白饭配着烟萝卜 主菜是四片解瓜 还有豆干等炖煮料理 加上一碗汤 这是网友po出来 在号称是五星级山巫的 天池山庄吃的餐点 花了三百五 他说以为自己被叫招 这名山友平常担任厨师 他抱怨天池山庄的餐点清淡 连盐巴和鸡粉都懒得家 汤跟白开水一样 认为山庄没有把餐点煮好 基本的餐点 他连基本的调味都做不到 这篇文章 相信大批网友回应 有人说希望他能够多一点包容心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 以前真的好吃多了 超级好吃 实际找到三年前山友拍摄的影片 桌子上总共七大盆 香喷喷的菜肴 有菜有肉十分丰盛 上导就直接说 这里的山他吃过最好吃的 不仅餐点丰富 吃完饭还有欢乐的吉他大合唱 住在天池山庄的山友 大部分都是走完13公里的 能高月嶺西段 隔天要攀登 其来南风和南华山 一路上草原云海 各种美景非常美丽 但也耗费体力 这样餐点不只被抨击 像在叫招 也可能让山友吃不饱 经营商务的业者 透过领馆处回应 因为目前的公餐 都是以少盐 少油 及减少碳足迹为主 那针对山友的批评 他们都会虚心的来接受跟改进 领馆处说 未来会根据问卷 会诊山友的建议 督导厂商改善 提升天池山庄的服务品质